时间回到2017年3月29日,年仅6岁的男孩彭彭,被送进是遍体鳞伤,75%颅骨粉碎,两根肋骨骨折,双目视网膜和上门来脱落,全身多处皮肤溃烂,甚至心脏也一度停止跳动,但据彭彭的一份入院诊断书显示,他目前实施植物状态,谁都想不到,对这么小的孩子痛下独暑的, 是他的继母,彭彭的护工张霞告诉记者,从去年至今,彭彭一直都没有意识,每天24小时都需要有人悉心照顾,他的护工曾在半个月里先后换了五个,太好人,很多人坚持不下来,但这么小的孩子遭受这么大的磨难,实在让人心疼,不管别人怎么样,我陪着他 继母屏下独守邻居趁次数已记不清,昨天是月30日,在陕西蔚南市林卫区人民把愿,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审理,彭彭的继母孙某终于得到他应有的惩罚,把愿经过审理查明 孙某自2017年3月初,因被害人彭彭不听管教,独自离家为由,对被害人罚战,罚鬼,后又以被害人偷挤金戒指等为由,用手脚,棍棒等多次对被害人实施殴打,致彭彭全身多处受伤 2017年3月29日,以被害人弄髒床铺为由,对被害人头部多次实施殴打 林卫区法院认为,孙某的行为,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,虐待罪,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15年,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,两岁并罚,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庭审视频,孙某的陈述中,他从2017年3月开始打彭彭,但一直都是处于管教的目的,并且没有在孩子不穿衣服的情况下打过他 庭审中,大部分时间,孙某都在抽气,但对于检方虐待罪及故意伤害罪的指控,始终不予坚可 公正人举证,多个邻居听到打骂孩子的声音和小孩哭声,一位证人称次数太多都记不清了,女的打骂声比男的多 彭彭的季母孙某,生母很少露面生父失联一年吧,从18到现在,彭彭的生母偶尔来探望他,生父从未露面 护工长霞说,她的父亲现在已经失联一年多,生母因为事发誓已经在关,最近又刚刚生了孩子,现在大约一半个多月才能来一次 彭彭的生母财女士在第一次与律师邓学平会见时,曾表述称,希望判处继母孙某死刑 邓学平告诉记者,在与财女士的初次会见中,她明显感觉到对方内心的埋怨 愤恨与自责,虽然她可能不太懂吧,但我们能够理解一个母亲,在遇到这种事情之后的一切情绪 邓学平回忆趁,第一次见到彭彭是在上海儿童,但是孩子的状况惨不忍睹,身上只剩下皮包骨,膝盖也严重变形 那是个很清秀的孩子,我不相信他能够顽略,到必须要下这样的狠手才能管教号的地步 孩子能活到现在,全靠爱心人士帮衬 护工张霞说,这一年多时间里,彭彭先后经历了四次手术 能陪着他的,除了我们两名护工,剩下的就是爱心人士和剧院者 实际上,孩子能活到现在,全靠他们帮衬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心人士告诉记者,孩子现在每个月的合护理费用加起来,至少需要5.5万元 这其中除了我们每个月筹的钱,更多的上海一个慈善基金会 据该基金会相关负责人称,从2017年5月到2018年7月,共有7万余人参与到彭彭的募捐项目当中 筹集的下款总计280余万元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